入口滑嫩鲜香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清蒸牛肉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 这块牛肋排泡了是10个小时 倒出去把这个肉洗一下 这是牛肋骨一条一条把它去掉 后面的肉就叫肋排肉 非常好看的 选料最好是这样的料 下到冷水锅 这个不用打超了 直接煮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姜放里三片 胡椒粒放20个粒 25个粒都可以 胡椒粒在这里呢 除一味儿蒸美味 换句话说就叫增香 葱呢略微多放一点 放上30克葱 现在是开锅是两分钟啊 上面有墨子 这样 放下 撇净 然后呢加上黄酒 有的说我放料酒行不行 料酒也行 不敢放黄酒好 要求呢就是七成熟八成熟那个程度 里面的鲜汁没有完全的进到汤里 这个时候捞出来的 然后再切切完了 再摆盘 然后再蒸 里面还会出来点鲜汁 要保持这个牛肉 原汁原味那个味道 太好 特殊的清香 好了 一会儿见 来 看看吧 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小时四十分钟 看看 煮 煮的差不多了 看啊 你要这样 往里一插 奔这个 筋膜上一插 进去了 往里一拿 轻松的就出来了 这看不出来什么 你看这个 奔这个瘦肉扎进去 很足的就扎过去 看看 能烧带下来点 这个 这样就行 现在拿出来 晾一晾 这块肉单切 这块肉单切 啊 一定样子酥烂 这个肉 吃的才好 哎 这么放上 这片十五公分长啊 两行米厚 三行米厚都可以 就根据咱们个人的需要了啊 牛筋里太夹杂着 牛肉的 油花 哎 吃出的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啊 哎 这个形状 肉汤 这个汤啊 过去这个 清蒸牛肉啊 里面要带点汤汁 高兴了 还拿勺这么动一动 喝点汤啊 这个 清蒸牛肉 就对了啊 汤汁要多 这些少啊 最后咱们再看 盐 这些 放上点姜 蒜上蒜 蒜上蒜 盖上个盘子啊 蒸的时间长 蒸溜水 别进这个汤里去 进这个汤里呢 进这个汤里呢 时间一长 里面的汤水 再溢出来 滋味就当了 颜色就跑出去了啊 现在 严格的说 还需要蒸 四十分钟 他要求呢 入口要 软烂 一家 肉啊 滋了 的 哎 只餐的 那个效果太好 这个牛肉啊 非常不好意思 我又长了 长了多长时间不知道 总之是一个小时 来 咱们看一下 里头多少 再加上点汤汁 把这个汤汁倒出来 加盐 再记住啊 煮的时候千万别给加盐 看这个口片重的啊 味精 哎 这样就可以 帮你们看一下啊 汤面上 带一层那个 像那个豆浆的上面的油皮似的 能看清吗 哎 这个说明啥呢 把这个肉里面那个筋门的胶 都蒸出来了 然后 你再想一想 这个口感应该是什么样的 入口滑嫩 鲜鲜 来 咱们看一下啊 还能拿成形呢 现在啊 一家能成形啊 入口啊 非常棒的 嗯 今天呢 清蒸牛肉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啊 啊 啊 嗯 嗯 嗯